《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 是50年代毛澤東送給當時的小朋友 寄予他們對未來有所向往的誠語 香港本土藝術家榮念曾先生 在1979年首次在香港藝術中心 展出他的概念漫畫 內容則重實驗、參與和互動 我幾十年前畫《天天》的時候 純粹在畫給自己 我看到那些東西、我聽到那些東西 然後我將它組織了 放在一起 然後是一些自己娛樂自己的開始 我覺得任何創作都是應該 首先要做給自己 然後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到了五、六年前 我開始覺得 不如將這個平面的漫畫的公仔 慢慢慢慢把它發展成立體 然後3D、4D、5D、一直D下去 做那隻公仔出來之後 大家都追著問我的公仔叫什麼名字 當然叫天天 天天向上 過去33年 概念漫畫的中心人物天天 不斷發展 並且應用在推動創意教育 創意經濟、創意社會的領域 什麼是創意 早些你沒做過的就是創意 那些是借天天向上 那個公仔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都在上面 加些自己的東西上去 然後令到公仔 就反映了它自己 怎麼看自己 還有怎麼看外面的世界 那更加重要的就是當他們一齊看 彼此怎麼看自己 還有其他世界呢 那我們就啟動了一些創意 一些創意的對話 這些對話不單止是對他們參加的朋友 還有甚至你看這個展覽的朋友 都有它的意義在那裡 我覺得真正的創意 是啟動更加多的創意 希望天天向上可以令到 我們大朋友、小朋友 都更加有創意 令到我們這個城市更加有創意 今年適逢是香港設計年 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核下 創意香港的贊助 通過榮念曾的原創天天 發展出天天向上 社區校園創意拓展計劃 這個計劃 包括邀請香港100位來自藝術界 設計界和文化界的代表 3000名學生和青少年 一起互動創作 通過展覽、工作坊和論壇 發展創意香港 提高對設計創作的意識和自覺 明白參與、互動才是創意的起點 今年是香港設計年 我經常都在想著 香港的創意精神是甚麼 怎樣可以將香港最重要的那種創意精神 在設計年裏面帶出來 一個當然是香港有它的靈活性 多元性 還有跨越性 跨越不單只是跨越城市 跨越文化也是很重要 還有跨越不同的領域 越多跨越就要有創意 我希望天天向上可以帶動 香港的新層次的創意精神 然後令到香港更加有創意 這次我們得到CEDB的支持做這個活動 實在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它是有一個跨越性的 因為CEDB是關於商務的 以及關於經濟發展的 但是我們正在做的是文化 我們正在做的是教育 我們正在做的是整體推動創意的一個活動 為什麼香港是由商務和經濟發展局 大家想想 各位朋友 現在不如就讓我們一起 參觀這個天天向上社區巡迴展覽 一起分享互動創意的力量和成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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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